276 《新明日報》2015年7月20日報章 以新聞拜李毅斯德曼花園鄰居拜呼爐頭兩戶人家 罵報警五十次李毅斯報道 此時 曾美齡攝影鄰居結院三年 一戶人家盤災拜呼爐頭 令一戶人家則對呼爐頭燒香又拜拜 雙方罵報警五十次 這起倫理九分發生在德曼花園路第二十二座祖屋三十七樓兩戶比倫人家 老先生二十五歲 學生 表示 三年前搬來隔在數月後因種植的甘骨生蟲 與鄰居關係鬧僵 與父母和弟妹同住的老先生透露 去年九月為慶祝萬聖節點綴住家前的盤災 插上骷髏頭的裝飾 豈料引來鄰居對著骷髏頭拜拜 崇勞先生提供的電眼錄像顯示 中年男鄰居拿著一碟金銀紫和點燃的蠟燭朝著骷髏頭拜拜 之後還下跪 又拿出鄉支點燃再拜 對方還叫拔群老虎跟他一起拜 他看到我們的裝飾品後 還以福建話大諷刺的口文說我怕 我怕 但一直稱會拿鄉拜拜指示為了宗教信仰 居盧先生描述 自己住家門口前拜神 否認他是對著盧先生大門 我潮著那邊拜拜有什麼問題 我並不是對著他的家門 為了這些糾紛我們至少報警五十次 兩家結縣糾紛不斷 魯先生家前種植的花草突然發黑死掉 為此安裝一千元電眼但營帝不到真兇 魯先生金骨生蟲導致蟲子飛入王先生住家 兩戶因此埋下不和道恩 王先生老虎走廊摔倒不慎弄倒魯先生盆栽 魯先生稱是老虎假裝被盆栽勾著跌倒 王先生指魯先生殺鹽驅邪 魯先生稱這是為了克制王先生朝家門拜拜 魯先生稱被王先生罵諸 王先生卻說並不是在止他們 鄰居王先生 有人擺陣作咒才會請神明保佑被指拜 骷顱頭的鄰居王先生表示 有人擺陣作咒才會請神明保佑自己 不讓人下降頭 王先生指出 魯先生在牆壁想貼上兩個手掌內有眼睛的貼紙 盆栽上也有另一個披著神埔的骷顱手 這些物品分明是擺向我住家 我覺得他事在造就我 針對這一點 魯先生解釋 這是法帝馬之手或幸運之手 Hams Hand 只是保護主人的意思 另外 針對披著神埔的骷顱手 魯先生透露這是防小人虎野的神埔 並沒有作法的意味 風水師陳君榮受訪時表示 相信這兩件物品並沒有傷害人的意圖 只是被小人為主人擋災 鬧上庭雙方想搬家兩戶鄰居為此鬧上法庭 雙方都想要搬家 據記者了解 兩戶鄰居因為不和 除了多次報警 更鬧上條解庭 雙方在今年3月10日被法官下令 雙方不能再野事 要和平共處 魯先生透露 其實一家人狠喜歡那邊的住家環境 但因鄰居關係已決定要搬家 父母不在家時都一直擔心我們會出事 父親在上班時看見電眼顯示驚動警員 還須要趕回家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